全英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礼拜一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民当家 我是李欧 台北股市今天收盘收在10801 小涨20点 成交量是来到1159亿 我们先从台北股市的一个量价结构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先从这个60分的架构来看 台北股市现阶段看起来 从这个地方是8月30号开始 它很明显的站上多方趋势之后 短分时线到目前为止 整个多方的架构完全没有改变 即便我们看到短分时线的部分 这边有出现一个指标背离的迹象 也就是说它的指数过前高 但指标没有过高 但是你看这个地方 指数有明显的往下拉回吗 没有 这个地方等于它是透过横盘整理 来带过这个指标修正的一个时间 所以现阶段指数的部分算是相对表现蛮强势的 好这个是短分时线的部分 我们看一下我们日线的架构 我们从日线架构来看 现阶段整个架构还是偏多的 完全没有任何的改变 尤其是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个地方 我们把图稍微缩小一点 今天这个地方是在8月30号 8月30号是这一根红K棒的位置 8月30号这根红K棒 跟我们看到左手边这一个地方 是在我们的6月10号 没有它一样是一根长红K棒 在左手边 6月10号长红K棒 那这两个地方呢 同时都是站上所有的这个均线嘛 有没有这个地方是站上线 所以现在的这一根 就跟我们左手边看到的这一根 是完全一样的 那这个地方多头还没有明显反转之前呢 它的架构就是往上走 持续往上走 并没有任何改变 而且它现在是在这个季线之上 是一个强势的区间整理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周线比较大的一个架构里面 好我们看到周线的架构 我一样把它稍微放大一点 我们从周线架构来看 这个地方有没有 它的低点是比较低的 跌破前面的低点 但是我们看到指标 有没有底部背离 也就是说它的指数破前低 但指标没有破低 而且我们周的架构 很明显的周K是出现一个黄金交叉往上走 唯一你可能需要特别留意的地方 是说这个地方 它周线仍然是保持着一个 区间的架构 区间架构 所以未来周线的区间架构 大概不外乎 就是在这两个 两条线中间 它会进行一个来来回回的一个震荡整理的一个格局 好 整个大盘约略就是这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投影片的部分 投影片的部分 接下来9月份最重要会有什么事情 就是降准降息 我们可以知道 中国在周末 它已经宣布了 9月16号起正式降准两码 降准两码就是释放出长期的资金到这个市场上 中国这一次大约会释放9000亿的资金到整个市场上 那紧接着9月12号欧洲央行 它要开一个货币的一个政策会议 那欧洲央行估计 这一次很多学者的估计 有可能会降息10个BP 也就是降息0.1% 甚至于德拉吉 还有很多的欧阳官员 他也认为说 这个地方接下来 搞不好可以重启QE 恢复每个月购债500亿欧元的一个计划 那9月18号这个地方是美国联准会要开会 目前市场上 我们根据FedWatch的一个几率表来看 降息一码的几率超过90% 所以在9月份 基本上各国央行都是倾向一个比较宽松的一个状态 所以大盘的部分看起来是比较没有问题的 包含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日周月的这个架构 都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偏向一个多头的一个格局 好那各国的部分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8086的宏杰克 这是我们团队操作股票 从这个地方突破横盘的架构之后 今天往上突破 而且又再创整个波段新高 为什么它会创下波段新高 它的8月份营收公布 它做什么 它做射频元件 做功率放大器PA 8月份营收月增 比7月份增加18% 这个增加幅度算蛮大的 可是你看年增 现在的8月跟去年8月比起来 大增76% 所以它基本面营收是呈现一个大幅爆炸性的一个成长 那也创下单月39个月以来的新高 这就是为什么股价在高档横盘森林之后 它还可以再度往上做一个公高 那为什么它会这么强呢 为什么 因为宏杰克它是台湾第二大的一个生化甲代工厂 那本来它主要客户是谁 是美国的SkyWars 那当然因为美中贸易战的关系 推动亚洲新的供应链发展 所以推升台湾跟亚洲客户的一个需求 这个亚洲客户是谁 就是中国的部分嘛 所以带动整个5G相关的这个PA产品 一个新的需求 还有这个WiFi6的一个世代更替 所以它营运是逐渐往上做一个增温 所以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营收 从今年年初3月4月5月6月7月8月 它的月营收的成长 它几乎每个月 你看这个每个月 这个4月份就比3月份成长20% 那5月份又比4月份成长24% 6月份又比5月份成长10% 每个月都在呈现一个爆炸性的成长 你看8月份更夸张了 代表什么意思 接下来第四季 它是传统旺季 功率放大器跟这个社评源界 它营运有没有逐月的成长 而且你看 尤其是到7月份跟8月份 它前面这个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 还都是减少的 它只是月增而已 可是我们看到从7月份8月份开始 不但是月增而且也年增 就是跟去年同期比较 比起来也呈现一个大幅度的成长 尤其是8月份 出现一个爆炸性的成长 那接下来我们都可以知道说 它产能 因为它的营收不断的增加 它订单接很多 所以它产能是处于满载状态之下 它也开始在扩建新厂 所以它因应5G跟VCELL的需求 逐渐不断的在增温情况之下 它有一个新建二厂 在预估在2020年的首季 它就会进行一个完工动作 第二季大概就可以进行一个投产 所以接下来它的营运 渴望随着营收 逐渐的新厂能的加入 新的产线加入之后 它会逐渐的扩大跟增温 再来是我们从它的财务面上来看 你观察这个财务面上 什么样子的股票最标 就是它财务面发生结构性的变化 三律三升 你看一下这个营业毛利率 它第一季的营业毛利率21.83 第二季直接跳到30.01 它的营业利益率第一季只有5.37 是相当的弱势 第二季从5.3直接跳到17.16 再来我们看它税后的净利率的部分 它第一季只有6.57% 第二季直接来到4.38% 大幅度的往上跳升 所以三律三升 它的基本面产品结构组合发生了改变 所以三律才会出现一个三升的状况 那再来呢 其实我们不只是财务面发生结构的变化 在一涨好的股票 它要有这个大户筹码进驻嘛 你看一下它的大户持股 大户持股 它在前面这波上来之后 大户持股很明显的增加 后面股价开始出现横盘整理 过去几周开始出现横盘整理之后 其实有稍稍的减少 但是没有很明显 但是上礼拜开始 你看这个地方 大户持股超过400张大户 它也开始进行一个回补的动作 开始有增温的迹象嘛 随着它营收表现公布之后 这个地方不但股价出现一个明显突破 大户筹码回来了 但散户呢 一路呈现往下减少 尤其是上礼拜 散户还在减 而且减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从筹码面看起来 确实也是没有问题嘛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上礼拜特别强劲的PCB三雄嘛 我们也特别跟大家介绍过 三档股票 第一档2367的耀滑 第二个2313的滑通 第三个3037的星星 其实这三档股票呢 8月份的营收也全数公布 进行一个完毕的动作 但是我们看起来 最厉害是谁 2367的耀滑部分嘛 它的8月份营收 跟去年同期比起来 年增14.8% 它是最好的 那我们看到滑通的部分 它是跟上个月比起来 跟这个7月份比起来 增加16.8% 三档里面它最好 那星星的部分呢 其实星星的部分 其实它比较很不错 但是我们可以看起来 它最厉害的地方是 单月的累计营收 创下历史最高 尤其是累计营收 就是1到8月份累计营收 它是创22年来新高 跟耀滑一样嘛 耀滑的年初至今 累计营收 它也大幅成长 成长22年新高 那滑通的部分 其实表现也是不错的 它累计营收 是创13年新高 其实三档股票 表现都不错啦 重点是你的买点的选择 你的股票选择 要什么选择 其实从耀滑的部分 其实耀滑我们上海白就提到 它是率先 往上做公高 而且它涨幅非常大嘛 所以我建议投资朋友不要去追耀滑 因为它已经涨很多 它已经率先喷出了嘛 除非你是在第一根起涨的时候 你立刻就介入 所以你后面才有一个波段的涨幅嘛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三档股票的一个结构 三档股票结构 你看耀滑的部分 其实耀滑的部分 这个地方 它的大股东 筹码到上礼拜为止 59.1 再成长到63.3 还是持续往上走高 来我们先看一下 今天它的一个表现好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2367的耀滑部分 其实耀滑的部分 今天下跌幅度蛮大的 今天下跌幅度高达接近8% 我们来看一下耀滑的部分 我们看一下这K线图的部分 前面耀滑这一段 它是涨很凶 一路就横盘整理之后 开始一路往上喷嘛 那现阶段 它是一个涨多的拉回 其实我们从刚刚筹码结构的一个状态来看 其实大户 它上礼拜还是持续不断的进场 法人的部分呢 也是大买持续的进场 它筹码并没有松斗 那今天这个地方呢 可以视为一个涨多的拉回整理 因为很多 因为它累计的涨幅够大嘛 其实很多外资跟偷信 还有一些大户 其实已经赚蛮多 所以它短线拉回整理 但是拉回整理是不是有机会呢 我想试的 我想试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打2313的滑通部分 滑通部分呢 今天跌幅也是相对比较大一点 但是它跌幅 相对耀滑的部分是少一点 因为它没有像要滑涨那么多嘛 它今天大概跌接近4%的部分 所以今天有没有 它横盘整理之后 上礼拜突破 它有一个很明显的 很大的一个跳空缺口往上嘛 那这个跳空缺口呢 其实现在还是守住的状态嘛 它等于说是涨多拉回整理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均线有没有 这个线还是持续往上走高嘛 它还是守在这个所有均线之上 现阶段看起来呢 是没有太大疑虑 你可以视为一个短线的涨多拉回整理 那最强的部分呢 最强的部分就是这个3037的这个星星 我们团队操作这个3037星星 为什么我们还特别锁定这个3037星星呢 因为前面它没有什么特别涨嘛 它只有这边拉一根上来 一个跳空缺口往上 今天星星跟耀滑跟滑通部分 最大不同在哪里 最大不同就是 它一直维持在红盘之上 还呈现一个小涨 而且尾盘收高 它还涨2% 代表说我们的抉择是正确的嘛 这个地方很明显的 这地方它还是持续往上 可以历史标往上最后走高 今天量缩整理嘛 量缩整理 它算是三档面最强势的 你看它累积营收也是创历史最高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筹码面的部分 好我们回到我们投影片的部分 看这个筹码面 你看这是耀滑嘛 耀滑你看大股东的筹码 59.1 成长到63.3 这是上礼拜 一个礼拜的部分 它成长这么多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滑通部分 你看今天滑通跌4% 但是它的大股东筹码 上礼拜65.4 那成长到69.4 有没有成长4% 大买4% 以这样子股票来说 算是买非常非常多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新兴的部分 新兴的部分也接近3% 那78%来到81.2 你看哦 持股400张以上的这个股票 高达81.2 它的持股的这个集中状态 有没有比耀滑更为集中 你看耀滑大股东是63.3 那你看这个滑通的部分 滑通部分是69.4 可是你看新兴 十股400张以上的大股东 它的手上的股票高达81.2 那代表说 新兴的部分 它的股权是特别集中 在这三档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新兴 这个耀滑 它是跌8% 它是滑通部分 它跌4% 但新兴呢 逆势成长大涨2% 相对于它们是大涨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没有像这样子的股票 其实刚刚发动 像你刚刚我们看到这个红杰克 看到这个星星 算是相对强势 PC的部分 PCB的股票已经涨蛮多了 可是你看哦 像这个阿嘎的部分 我们在这个9月初 我们赠送给大家的9月底 季底桌上标涨股里面 这档股票今天悄悄的发动 这边有出现一个突破 这个地方突破这个下降趋势线的压力 往上一个很明显的一个K棒出来 那成交量呢 今天我们截图的时候 这个地方已经明显的突破 比前一天来得更大 那这个地方KD指标 也是出现一个黄金交叉往上 重点是你不能只看这个线形 你必须要看它的基本面 有没有发生一个变化呢 来我们看一下 阿嘎这个8月份 它的营收也公布了 比7月份成长4.9 你会说4.9好像没有成长很多 但是它跟去年的8月份比起来 大幅度成长 成长37% 单月的营收 8月份单月营收 创5个月的新高 累计营收1到8月份合计 它创21年来的次高 代表说它的表现真的相当不错 它的股价现阶段还在低档 刚刚今天突破第一根而已 你看它的基本面 营收一样是三绿三增 第二季比第一季 这个毛利率大幅成长 既成长38% 然后营业的利率成长138% 它的税后的净利率 大幅成长 既增162% 所以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 像这样的标的 其实就符合我们选股逻辑 它的这个既筹产销财 就是样样俱备 那我们看一下另外一档标的 其实这档标的 先前我们在这个早报里面也跟大家分享过 这是一档蛮不错的股票 那它的股价稍微比较高一点点 可是你看这个地方很明显的 三角收链向上 有没有 已经连续两天三天做一个突破 开始它现在股价还没有明显的喷出 那这档阿光有没有 你看这个地方 外资连续买买买 你看过去几个交易日到上礼拜为止 连续五六个交易日都呈现买超迹象 投信的部分也跟着进场买清 也买了五六天 那股价开始有点缓步的 墊高慢慢的走高 但我想它随时有机会做一个表现 好的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 它结构为什么会特别提到它呢 因为我发现它的结构有不一样的变化 你看这个地方 它的营业毛利率 毛利率 计增17.5 你觉得还好 没什么太大变化 可是你看这个呢 营业的利益率大增哦 从负1%变成成长16.8% 有没有 这就厉害了 从负的转正的这个威力会很强 因为它这个从没赚钱变赚钱嘛 那你看税前的净利率 从正的0.5 第一季只有正0.5 到第二季变成正的15.5% 有没有 非常明显的 这个是结构性的重大改变 所以我想法人 包含像外资跟投信 你可能也是注意到这一点 所以开始有进场做一个买进的动作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特别的提醒大家 像这样子的标的呢 在我们赠送给大家资料里面都有 那想要跟我们一起操作 像阿嘎阿光这样子的股票呢 那欢迎各位投资朋友 持续的去锁定我们股米达纳群组嘛 那我们接下来有一个专案 就是要帮大家在中秋节做一个圆梦 所以这个专案活动呢 只有三天 是利用现阶段最好的时机 那现阶段有这个最佳的题材嘛 那搭配上我们资金有效的运用 来帮各位投资朋友 做一个圆梦的计划 那我们在这个影片的下方呢 就是有表单 也欢迎各位投资朋友 持续的锁定我们股米达纳群组 然后再快速填写这个表单 好的 以上就提供给各位投资朋友 做一个参考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本公司以往这七校不保证 未来获利 且一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券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 感谢观看